轻辞对社会说 任你纷乱不堪 我自己统天下 公元220年至589年 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 也是中国历史上情况最复杂的时期 社会上各种矛盾交错纠纷 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合纵连横 但其最后趋向于统一和融合 不能不归功于文化的强大力量 陶瓷手工业生产表现的就很突出 尤其是青瓷呈现出天下一统的特殊局面 从故宫陶瓷馆第三部分 青瓷出锈展出的器物来看 南方自持技术发展迅速 瓷器产区和规模不断扩大 江苏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南 湖北 四川等省境内 均有瑶纸帆布 器物造型 以日常生活和随葬用的盘 碗 湖 竹台 虎子 熏炉等为主 三国时期 湖是早期瓷器兴起的地区 青佑堆塑楼阁人物鸟兽古仓卦 谭生刻有永安三年等24个字 则是有绝对年代可考的一件青瓷 北方窑口则根据黄河流域人民神门习惯的要求 生产出粗犷雄放的瓷器 青佑堆塑 飞天团龙纹六喜莲花尊被称为青瓷之王